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雨 最近待在家 每天都沒什麼事做 就是每天會整一次 然後出去寄咖啡豆 然後其他時間就在家顧小孩 然後做點清潔啊衛生啊漂白水 一天拖個兩三次啊 酒精到處噴啊 所以也沒有什麼太多新的 跟咖啡有關的東西要分享 那我昨天還是前天 我有點不太記得 反正我就突然因為我 我們家有這個東西 就是藥波 就是這個之前是譬如說 幫小孩磨個蓋片啊 磨個什麼東西 就是如果有一些保健食品 或者是一些小孩 可能不好吞的東西 我們就用這個磨 我那天就在沖咖啡 因為他都放在我吧檯旁邊 因為我隨時都要幫小孩弄一些 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在這個飯裡面 在粥裡面加一點點鈣粉啊什麼 所以經常都在用它 我那天突然想到 因為在家實在太無聊 也不能出門也不能 沒什麼娛樂 在家彈彈吉他 那就 我那天突然想到用這個磨 磨咖啡豆 還真的可以磨 而且效果我覺得不錯 那我們今天就來用 就來 不要說膠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這個藥波 倒 倒咖啡豆 就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因為最近大家時間很多 包括我 所以我現在都是很喜歡 就是把沖煮咖啡的時間拉長 然後享受那種寧靜美好的感覺 對 要不然用磨豆機對不對 3秒5秒對不對 慢一點的1分鐘 不好玩對不對 我們現在什麼沒有 時間最多 待在家的時間最多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玩玩這種 比較原始的 用搗碎的方式 對 那我這一天還在想 我要買一個那個 就是燒炭的那種爐子 我要用炭來煮水 把一杯咖啡呢 弄得最 有儀式感 要不然其實平常自己在沖咖啡 這些都是快嘛 就是電動磨一下 快煮壺 或是溫控壺 煮一下 趕快沖一沖 對不對 就喝掉了 那現在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讓自己的 生活可以過得更慢一些 對 所以這個是我能夠想到 磨咖啡豆最慢的方式 其實應該 如果拿石頭砸你覺得怎麼樣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磨 開始 第一步呢 就先用儲的 先把咖啡豆 儲到變兩半這樣 這個需要花一點時間 哎呀 那 這個其實可以這樣子 這樣蓋著 會比較快一點 比較不會亂噴 我等一下 我會把咖啡豆 結束 … 哇… 就要贅 … 我們就有好 接個咖啡豆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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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